自跑架带阵WBG第三局下半场艾莉这边是掏出了艾维 这个是没想到的 因为毕竟艾莉留一个就行 我的想法是蜡象师或者蜘蛛 感觉还挺不错的 没想到艾莉这边掏出个艾维 这个艾维真的没人应该的 没有人想得到吧 这一把对于穷者来讲 艾维说实话是我感觉是稍微有点机会的 总比面对一个什么蜘蛛这种要好一点 第一波 不过这个阵容他的一个阵容会偏脆 一旦是艾维如果顺利的抓到人了 然后控住场了 慢慢滚雪球艾维有四抓面 这把穷者的话大负一个搏命 勘探员飞轮加搏命 囚徒飞轮双弹 祭司 上线很高 上线很高 一波一族本相喷到第一刀有 后续闪现街上 现在才一分十秒 中间如果说 主要中间看待员能不能给过支持 也不知道 这里祭司穿个洞 别说祭司打艾维还是蛮有用处的 但你这个一族本相 或者你这个一斯人不是很好去压 他有洞 但我觉得这波需要队友这边来给 欸传错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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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闪现有闪现 这个闪现好像不需要了 有个地下室 看探员来了 讲道理看探员是来得早一点 会不会更好一点 就是在祭司没倒的时候 就过来打一波 因为倒了以后再打 这边看能不能扛刀 扛到刀其实也有闪现 这边他喷一手打还真扛到了 真扛到的话 这波可能要逼出爱丽的闪现 而且时间已经来到两分钟 密码机总量已经超过了三台 甚至要奔着三台半去 如果说能够逼出闪现 那你还真别说 这把球者是双搏命的 四人开门战应该是有机会能看见了 这里的话是传过来把勘探员给偷了 然后挂进地下室 好像这一波把勘探员挂了 如果说这个祭司不能同时也击倒挂上的话呢 感觉不转 感觉不转 这边还是要针对这个祭司吧 这边祭司是利用一个小洞来回拉 还没有机会附身 大副这边来救 虽然说没博命了 但是这个勘探员自身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 再加上外面是有个囚徒在 这个密码机还真的不一定能拦得住 这边的话大副吃到了一波恐惧 两个人在下面 大副摇怀表往外顶 摇怀表往外顶 再摇一轮怀表 爱丽这边落地刀 没打到 打 打中的是勘探员 那还行 那还行 这波打中勘探员的话 琼尔这边主要是他们状态不够了 这边是应该是在给祭司补状态 下一波让祭司来救 这波给祭司补状态的话 有个大洞 附身传过去 找大副 大副这边也要倒地 好的 这一轮节奏上面来讲 是慢慢的控住了 但还得注意这最后的一波 勘探员以祭司 这里祭司是走进地下室 他没有动了 那没有动的话 好像 大副现在躺在地上面 磁铁吸一波 这边的话是喷了一手 焦飞轮往外顶祭司 没有选择刘祭司 而是出来继续找勘探员 因为勘探员是个挂飞 好的 一刀打中的是勘探 那么挂飞可以恭喜WBG 过程非常的惊险 但是艾力在一波 就是中场偷袭勘探员 把勘探员挂进地下室以后 慢慢的稳住了绝面 因为球者必须要争四跑 当然必须来打在这个过程当中 艾力反手去在求生者上面 争到了一些东西 慢慢慢慢的 现在艾力已经是 有了一个非常高的争胜面 因为这个祭司是一个二挂 琼士这边的话 他大副是个教自己 甚至这一局要完成一个四抓 这个故事呢 还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做人的不能太自信 对吧 有些解说 今天预测 错一把就跳舞 真的 我都没想通 真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今天潘信的解说 他就是今天早睡醒 脑子感觉 对吧 他人醒了 脑子没醒 莫名其妙的打了这么一段话 也是离了个大谱 大家千万不要学他 大家千万不要学他 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收尾吧 琼士这边的话呢 密码机还是补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边人救下来 祭司现在是个挂飞 大副的话摸出一个户币 针对祭司的话呢 三应该是有真四 闪现要交吗 闪现交 这个闪现感觉不能交吧 这个闪现交 哎 这闪现留着打开门战呢 开门战瞬间秒一个大副也好 秒个祭司也好 对吧 都可以的 那看扣门看扣门 因为艾薇还有扣门的一个能力的 这边的话把一丝人留在这边 准备扣门 还是要传过去 配合一个二阶 完成击倒挂飞 大副那边已经在点门了 感觉是个平局 感觉是个平局 这波的这个闪现稍微的 什么交的 他应该是觉得 球者这边可能机子美好 在传球图有电有飞轮 下集结结成功 与一下 好 不 在 gaming 开门 是 学历 学校